狮子作为草原之王为何怕非洲马赛人? 狮子可以说是草原上最凶猛的动物之一 它们残忍、大喜、身居高大、咬合力惊人 让几打小动物见了都闻风丧胆 狮子可以说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王者 亦被人们称为草原之王 虽然我们口中十分凶猛的狮子 见到非洲马赛人却怂了 它们十分惧怕马赛人 那么狮子究竟有多害怕马赛人呢? 马赛人又是什么样的存在? 为什么高大凶猛的狮子唯独惧怕马赛人? 马赛人到底有多彪悍? 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在东非草原上有一个十分著名的游牧民族 马赛族 它们主要分布在肯尼亚南部和坦桑尼亚北部的草原地带 人口将近一百万 这里的人们大多数过着原始的生活方式 保留着独特的民风民俗 就好像与世隔绝一般 它们以打猎为生 十分骁勇善战 生意牛血 单挑狮子 作为成人狸 是个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 马赛人盛行一夫多妻子 而且同一年龄组的男人之间可以戒期 以狩猎为生的马赛人 几乎一年到头都是成群截队流动放牧 它们几乎全部依靠生猪的肉 血 奶为生 也正是由于这种生活环境的因素 它们的视力十分好 罗言视力达到了6.0 甚至在一挑战节目中 马赛人还曾成功辨别800米出的东西 可以说马赛人是世界上视力最好的种族 除此之外 它们的狩猎技术也十分高超 有多高 即使看看狮子见到马赛人的样子就知道了 在非洲大草原上 每当狮子见到穿着红色衣服 拿着木棍或长毛的马赛人走过来时 狮子就麻溜的溜了 即使是正在享受猎物的狮子 见了马赛人也会掉头就跑 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下面来一组视频让大家感受一下 那么狮子为什么这么惧怕马赛人呢 马赛人究竟有多彪悍 从下面几点就可以看出 第一 奇葩的习俗 在马赛族有一个奇葩的传统规定 男性的成人礼 马赛族的男性在成年前 必须杀死一只狮子作为见证 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勇士 因为当地人认为狮子是勇猛的象征 如果能征服可恶者 那便是马赛勇士无上的荣耀 也正是因为这个传统 让狮子见了马赛人的勇猛 从祖先开始 一代又一代的马赛人 不断和狮子拼搏 而狮子害怕马赛人这种基因 代代相传 这就导致狮子一看到马赛人 就本能地逃跑了 所以害怕马赛人 是狮子本能的反应 这也是为什么狮子害怕马赛人的重要原因 第二 马赛人骁勇善战 马赛人生活在草原 丛林中 以兽群为伍 自然十分善于狐猎 而且在马赛族 成年男子在十四岁到三十岁时 他们便独自住在丛林里 学习部落的风俗并贯运 勇气和耐力 因此 马赛人练成了一身本领 各个骁勇善战 而且拥有十分丰富的战斗经验 还十分擅长制作各种武器 第三 马赛人是一个善于捕猎 善于斗争的民族 他们渴了就会用刀在牛身上轻轻割个口子 然后喝牛血解渴 此外 马赛人一般还随身携带一根圆木或长毛 用于防身 干牛 由于长期形成了习惯 即使外出逛街也从不离身 第四 马赛人的装束很鲜眼 男人披竖卡 就是红色的披风 这种衣服看着很像一团火 这也正是他们要达到的效果 在野兽遍布的非洲大草原上 这样一团火能有效地驱赶狮子等野兽 第五 马赛人平均身高一米八 拥有超强的跳跃能力 由于长期与野兽打交道 他们训练出了跑得快 跳得高的技能 可以说马赛人立定跳跃能力 堪称已决 不过他们的跳跃也十分有特色 跳跃的时候膝盖不会弯曲 而是直上直下地跳 所以简单来说 正是因为马赛人无所畏惧的猎杀行动 使得狮子进了他们就绕道走 因此在大家眼中 马赛人就是蛮横和彪悍的象征 不过在现代社会 由于狮子作为野生动物受到保护 马赛人只有在自己的牛群受到攻击时 则杀死狮子 至此大家有什么不同见解 你们觉得是狮子厉害还是马赛人厉害呢 也许是狮子的状况